这盘棋讲解是能否报仇 2023年的新四番棋约战 这第三天了 咱们看一下 女青和余悠华组合对战蒋川 那么上盘棋是蒋川赢了 确实厉害 那这盘棋 他们两个能否报仇呢 开局是中炮 对战棋嘛 到这以后红方上边嘛 黑方如果想纠缠 当然可以走屏风嘛 那么近期足的话 其实他是希望走一个单体嘛 这样的话是保持灵活 那红方自然是持有先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马避开了 这个骑渡炮的威胁 但是你跳到边线去了 那你中路就空虚 所以话这个骑啊 红方总是有先手 可以威胁中路 这儿的话 目前这个马不活 所以他要掌距去活马 黑方则是希望对掉 一样你马不活 那你就没有办法攻击他 红方呢则是挺兵 你要是敢吃 我这马上去啊 就比你的马更灵活 黑方希望对方一吃退回 不希望这马上这么快 那黑方他就先飞向 红方他正常也出狙 黑方浸泡挡也是可以 不是的话 其实那更稳一点 红方这样就握有先手 黑方现在就浸泡 一旦给他把这个足在对掉的话 他就敢对你了 对完之后 其实他这个马就可以上来 所以呢红方呀 还是把它吃掉 让对方多退回一步 这样的话 他这个马就主动上去 准备踩足往里切 所以黑方呢 来不及对足 他只能先上马 把这个看住 红方如果想吃个足 肯定是可以 他选择用泡许吃 现在还可以呢 攻击对方中足 因为这个骑我们刚才说过啊 他主要就是一个单体马 他就一个马来看中足 就显得很弱 红方不能通过火马上去踩 那他只能通过两个炮去打 这儿黑方这个骑选择去对 那红方就接受了 对完之后呢 他刚好就打过去 准备抢对方的足 黑方自然是足三斤 拆到架子不让 红方冲兵 找机会过去啊 可以吃足 还可以呢 去围他的马 那黑方他炮四平三 准备反打这个兵 红方想看啊 上不去有炮 退回的话有点憋屈了 不愿意 所以红方就平炮 准备冲兵拱马 跟黑方抢速度 黑方的先进足啊 这边意思是我吃马还能打个相 红方就接受了 那黑方这边就吃 然后呢 这边就上 这个骑主要是担心对方炮打过来 冲炮啊 底下威胁 所以他不愿意补视 上去之后 黑方还是要打 接下来红方也就飞下 准备随时挺兵活马 黑方上 红方冲 堆掉之后呢 这边也就上 那局面到这里啊 红方其实可以拆炮 找机会上马将 那么他直接上马的话 导致就是一个底势呀 被打掉 那有点可惜 将军的话 人家可以随时进去 那么这儿他没有进的原因就是呀 这里他想上马硬扛 其实这个骑用炮过来对更好 上马的话 其实红方呀 随时可以换子 炮打马 实战他是冲兵 那黑方把他马打了 他把对方马给打了 这样的话 相当于一个马换一个马 双方则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骑 黑的九星边足 红方这个骑是 炮八平六 黑方这个骑 小 炮进一步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 把这个兵给削了 那红方冲过去不让削 黑方到这儿是走的一个金老将 然后呢 牵着红方也不敢动 一动中兵没了 然后这里他走的时退回 抓炮 现在黑方他是上马 像是担子炮 红方如果直接换的话 兵冲场 所以他走兵五星一 踩着炮 准备过一个 一旦一过去的话 那这个骑啊 双跑双兵 黑方他这个骑有一个 巧手就是背着马腿 你可以吃我一个 我也可以踩你一个 现在踩着马 红方到这儿 走的时炮 退一步啊 勒住他 不给他将来吃兵 还有打子的马 一旦把这个马一打呀 将来会形成一个马后兵呀 那还有机会 黑方则是简单给他踩掉了 根本就不给他任何机会 你这儿一吃 他这儿的话把相给打了 然后红方退回 想去吃足 黑方马上就冲过来对 红方不对还不行 换掉之后呀 这个骑其实也就不够赢了 他想下底炮 行天地炮之势 黑方拦住 硬过 那这儿冰一放 出来以后 炮五行一 所以他现在这个骑 两个炮 堵你一个炮 你一个单炮兵 是很难引到他的 所以这个骑确实也不够赢 双方也就握手言和了 那么看下半期 这儿冰简单给大家看下半期 这儿冰简单给大家看下半期 这儿冰简单给大家看下半期